大家好,我是永信仁 听到这辈子音乐是不是让你感到不安 担心我想把这部电影泡得体无完肤 别想多了,我只是拦得找原生音乐而已 美国队长第二集是少有的 续集评价超过第一集的电影 我是说真的很少有 不然你看看那精美的复仇者联盟和 呃,不提了 也因此我对美队第三集怀有不小的期盼 一方面我很希望他再创佳季 一方面我又可以原谅他第三集拍的没有第二集好看 几乎不用等我看完 从全场观众高涨的情绪中 答案已经揭晓 美国队长三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 在各种意义上也可说是达到了超级英雄类型片的高峰 排除剧情它本身的动作场面已经非常有看点 不过还是建议观众事先看过美国队长 复仇者联盟系列再看这部 蚁人不一定要看但最少可能要了解干英雄的特色 这样在本片的压轴打斗场面才不至于太状况外 直接说好了 我认为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 是我迄今看过的动作戏最精彩的超音片 我是早期港片武打戏的粉丝 本来一直没有很喜欢好莱坞片的打斗 举凡是像阿诺那样有盾味却笨拙的风格 再或是猛用摇晃镜头来演示演员不会打的摄影花招 再或是搞得像回合制RPG一样 你一拳我一拳比谁就晕倒的打法 显少见好莱坞动作戏真正克服这些问题 但是这部电影却让人耳目一新 在有这么多英雄的能力与打斗风格需要呈现的情况下 每个角色的专属细分都设计了别具一格精彩又流长 镜头切换和场景过度 也不会让人有零碎和拼凑感 打斗了高潮到来时场内甚至有观众起身鼓掌叫好 我很少用这么夸张的包美之词来形容一部动作片 听起来后续很矛盾 它精彩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地步 好似它本来就该如此 只有这种拍法 你想象不到其他更好的版本 刚才我虽然意识这是一部爽片 并不表示这部电影的内涵见不起推敲 美对三和BBS碰巧地选择了类似的主题 事情起于超级英雄该不该被管控的问题 齐剑将本来同处于正义方的英雄立场撕裂 本片中钢铁人扮演着与美国队长对峙的反派角色 我必须说无论剧本或小劳坡道尼的演技都有不俗的演出 这次东尼史塔克展现了比以往更具丰富层次的人格 也许还不至于让本来支持美国队长的人倒戈 但你可以切实感受到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有不得而为之的理由 他的痛苦、无奈、内疚和最后的情感爆发 剧本节奏错落有致点到为止 竟让每个人物出场恰如其分的推动的故事又丝毫不压缩情感用量的空间 严肃的说故事时间说少也不少可是不会让人感到乏味 玩笑总是事实的插入其中 不缺依赖特意安排的气氛 观众对角色与关系的认识就能自然增长 像是蚁人见到美国队长的第一个反应 你知道吗?这件事非同小可 因为他刚把所有美国队长迷妹梦寐以求做的事先做了 谁一看到美国队长这身材不想摸他的奶 值得一提的是黑豹这个新登场的英雄比我预想还占有更重要的戏份 他最后面对仇恨的决则也具有深远意义 黑豹收起爪子的一幕应当引起我们许多人的反思 这让我不得不把这点列入电影的缺憾之一 他拍得如此精彩充实乃至有太满不给人传奇之嫌 我想如果在一些桥段导演能够给予留白 给观众几秒钟思考和沉淀 整体的观影体验一定会更美好 当然这仅是以一个喜欢看文艺片的人眼光来说啦 另外一个可以吐槽的地方是夹在两方英雄间的反派 吉姆特色不够明显 杀人动机也略显薄弱 并不是一个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你可能会觉得浩大的英雄内战 有这样的人担当催化剂不怎么称职 好歹性格或外表再独特一点之类的吧 最后想要抱怨的地方纯粹是个人感受 我发现跟看变形金刚的感受非常接近 专业娱乐片到了极致 个人风格就被稀释到几乎无法可见 我想我不会记得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 因为它没有任何能作为正次标记的独特手法 尽管如此 这可能是我看过的爽度最高的超音电影 就算里面没有你喜欢的角色 光是那场机场大乱斗的动作戏 可能就值得你入场买一场IMAX票好好观摩了 连不怎么喜欢动作片的我都如此推荐 你就看着办吧 最后虽然跟这段影评无关 因为我听说过太多人不喜欢美国队长演员克里斯伊凡 所以连带不喜欢美国队长的电影 忍不住稍微去调查一下 然后发现多半的恶民来自XXX的报道 根据报导克里斯伊凡在一次采访里 大开歧视女性的玩笑 不用去查了报导所指的采访节目里 克里斯伊凡到底说了什么 不知道各位发现差距了吗 首先他们两个人是在对一个虚拟角色开玩笑 slot之类难听的词言是鹰眼的演员先说的 克里斯只是复合了大笑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恶意 采访者是一名女性也没有露出尴尬的样子 报导用的文字或许有点偏偏了 你们也知道这世上最唯恐天下不乱的就是媒体 我之所以想帮克里斯伊凡说话 是因为在看这段报导之前 我跟我的女性朋友也发生过类似的对话 黑寡妇她到底跟谁在一起 鹰眼吧 第一集好像是鹰眼 第二集变成浩克 还是美国队长 对哦 鹰眼有家事了 所以是浩克吧 她怎么跟谁都在眉来眼去啊 翻成英文我其实也是在说 但这并没有其实女性的意思 而且黑寡妇真的搞得我好乱啊 以上纯属迥心人个人一见 谢谢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个喜欢并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次见 by bwd6